我们保护原住民是世界记录 全世界没有这样子保护少数民族的 你想想看你只有一万多人 有百分之三在我市政府上班 别的政府怎么做得到 我们做到了 我们怎么做到 我刚刚讲 他的基因没有问题 他机会有问题 我给他机会 但是你来做就要好好做 你要做到给人家觉得 我比汉人做得更好 你既然来到我们的城市 就是我们的人 你来到台北就台北人 我帮你当人看 我帮你当市民看 然后好好的把你教育 好好的提供机会给你 我觉得应该这样做 我十多年来 是原住民最好的朋友 我在台北是照顾原住民 我们对原住民是有特殊的优惠 不要在这里歪曲 不要在这里血口喷 好的 我让我讲完再就好吗 我想刚才关于书军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商量好不好 到这边来 但照不到 这样 电视才到得到 不然你拿白拿了 还有民众隔着栏杆 对着总统呛响 表示现在正职就在紧任的时刻 总统为什么还有心情 来这里参加棒球活动 更重要的是 上星期 当国家开始 抗议和抗议 还仍然很严重 你显然决定 这是一个好想 去一个球场 你让他离开 不好意思 我没听懂 你在说什么 下次长 区院长会不会批准啊 他有请辞 区院长会不会批准啊 你有没有批准 其实我常叹一声 因为其实在这里 台上坐的您跟各位 台上坐的我们心情都很沉重 您在想什么 发到了台南麻豆 看到因为严重淹水 农民辛苦救了文难 几乎全毁了 马总统一开口就说抱歉 想到面对灾民的这种困境 马总统在接手外籍媒体 访问问到灾情发生的主因 竟然是这样回答 我们家没有人留绿卡的 以新的方式取得了绿卡 我台上没有听过 有任何工会送钱给我 四次要工会捐款马英九五十万 超过了十年都没有任何的进出 创约量很少 而且时间也很长 对美国人来说 可能马英九是比较没有人听到的 马总统以及他的团队 给台湾人民就是缺乏展示 而且犹豫不决 这个部分如果连国外媒体都看得出来 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当作这个电影的金酸美奖 如果这个是会赢的 会有掌声的 会被人家肯定的 他一定在第一线 出了问题他一定躲到第二线 他从来就是不沾锅 谁跟他工作你要有担当 出了事自己负责 有成果送给他 经历经常觉得不安 所以提出了几千 因为跟我个人的理念 对于这个版本的内容 可能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应急请 马英九总统 他完全不了解民间疾苦 让这样的一个问答 凸显出这个国家元首 对民间社会的状况 完全不了解 马英九没有资格 没有能力担任国家元首 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些事情 放在心上 他是一个没有新的总统 没有办法解决民众的困难 跟痛苦 他没有同理心不能了解 马英九现在是国民党有史以来 最没有自技的总统 宋楚瑜只有10% 你吓成那样 自然贵了 你睡得好吗 马英九你睡得着吗 你有吃饭吗 小青汪你有吃饭吗 马英九你有吃饭吗 最近的泡麵上涨 然后要怎么控制物价上涨 没有办法完全动涨 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这个理解 因为面食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进口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最近鼓励大家吃米食 是整个全面的上涨 也不能说单吃一个就解决了 所以还有很多因素 我觉得是无机于事 可是还是要解决面粉一直上涨的问题 对啊不然也是从根本没办法解决问题 毕竟很多食物都是要用到面粉这个主材料 一项单项商品的涨价 不等于整体市场价格的大波动 夜市走一遍 在目标全都是重新贴过的 明明东西都涨了 在大观眼中真的感受不到吗 南无尖尖 淹尖尖没去 汤啦 米啦 火焦粉啦 沙拉油啦 这都去啦 涨了都要15%至20%左右 我们说薪水没有涨 那都是那个物价一直提高 钱就变不落用而已 买不几行 大观他们应该了解民心所项 所需求什么 都这样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对吗 我想他过的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不了解我们大家的辛苦 听讲蛮出额的 傻眼 对对对 傻眼 这很正常的 特别费可以拿去当生活费吗 特别费我们不会拿来当生活费 会拿去当生活费 特别费应该是公务使用的费用 对不对 是 如果你把特资费当成生活费使用的话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该怎么办就怎么 我绝对没有收费 对 看你出来怎么会用 现在都像 这边是 这边是六千三百万 那你这边 我们都要用 对 没问题 你会讲什么 你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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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株要 我要处理一下 对 在这个 今天三株 你能拍处理完 蛤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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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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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10 8 9 9 8 陳先生兩次來在談的都是這一個工作上的困難 總統府行政院先後開記者會切割 但林議事收會時間長達數年 先有府院世人不清 後有政風單位失去效用 清廉招牌肯定已經掛不住 現在所有的成績單出來了 也是一片黑 甚至六月份的出口 免檢率是3.2% 是所有主要國家唯一衰退的 馬英九你不是說ECFA簽訂之後 我們的出口就會增加嗎 還有我們的外資就會增加嗎 結果我們臨近的國家外資有增加 就只有台灣沒有增加 這到底是因為什麼樣的因素 因為台灣被中國脖子掐住了 我們已經沒有自己的發展力 也沒有自己的競爭力 這是最可怕的 我不知道說我們台灣的競爭力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看到 這是全球聯合國2011年全球外國人直接投資金額的排名 我們台灣倒數五名 所以這證明了整個馬英九政府的經濟政策是錯誤的 無能的政府現在青年也已經遭受到質疑 那請問這個政府還有什麼樣的指數可以讓台灣人民信任 我們去接待 這證明叫做活動